大家好,我们现在进入第二册第六课,课文讲解 那首先我们先来看到本课的reading strategy Identifying point of view,辨识观点 我们来看到辨识观点是什么意思 A point of view or a viewpoint sets the tone and the context of a story or an event and can be identified through the use of pronouns and possessive adjectives 所谓的观点会决定一个故事或是一个事件 它的主调或是它的内容 并且我们要怎么样去判别这个故事的调性或是背景 首先我们会使用的就是故事里面所使用的pronounce 代名词以及所有个形容词possessive adjectives first person point of view, like I, my, we, our invise readers to experience the story from the character's perspective 那当我们看到故事是使用第一人称 像是I, my, we, our这样子的字的时候 就表示读者会从这个叙述者,主要叙述者的观点 来体验整个故事,所谓的生理奇境 well, third person point of view, like he, his, he, her, its, its, they, their offers an outsider's perspective and makes the story more objective 那这做对比的话,第三人称的观点 像是这边提到的第三人称 好,那他就会提供一个呢外部的观点 outsider's perspective 那这时候这个故事它所呈现的内容就会是比较客观的 那我们为什么要知道呢 这个观点是从哪一个角度所叙述的呢 因为这会决定我们在阅读一个故事或事件的时候 它会影响的是我们在阅读文章所得到的讯息 还有情绪 如果是一篇比较用主观意识来写的话 它可能带有个人的强烈的色彩 但如果它是用第三人称像我们这边提到的这些呢代名词的话 那么它所提供的讯息或是这个事件的陈述 多半是比较客观的 接着我们来看到reading strategy check read the first paragraph and mark the pronouns and possessive adjectives that show the point of view of the passage 那请同学阅读课文的第一段 并且去标记出显示文章这个视角的代名词 还有所有个形容词 and then identify from which character's viewpoints the story is told 接着我们要贬识的是呢 你所要阅读的这个故事是由哪一个角色 或者它的观点所讲述的呢 同学在阅读完第一段的内容之后 应该可以在第三行发现 它这边所使用的代名词 然后还有所有个形容词 像是my或者是I 都显示出来它是用第一人称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可以确定是这篇文章 它是由第一人称所讲述的 ok 那记得今天所讲的这个Reading strategy 最主要是帮助同学了解 你所阅读是哪一个人称的观点 那进而你就可以推断 你所读到的内容是比较主观的呢 还是比较客观的